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发家 因为这是一个发这个盗贼之父的格局 凶杀呢就是伤后代 尤其是这个老二容易绝子绝后 外出呢就容易有这个伤灾 甚至是凶亡执照 容易出寡妇 鬼山杀呢是贵人变小人 辛苦奔波 漂泊劳累财运不济 女人能干 但是越能干的女人身体越不好 有子宫肌瘤或者妇科病 白手起家吧 比较难一些 凶杀就是干脆出寡妇 伤夫 克子 丑三杀呢它是妄女性的 尤其是利于男老三 多生女儿 女儿呢成就比较多 出这个名医啊 风流儒雅 家庭和睦 财运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做好这个行业 比如说医药类的或者田园类的行业 财富特别好 凶杀呢就容易出这个盗贼 流氓 官非 破败 庚山杀呢是妄人叮 男孩多 同时呢后代有成就 文昌啊 文贵啊都非常好 并且有官运 小孩呢容易少年成名 财运呢还是不错的 婚姻也好 但是凶杀呢就是损伤胎缘 造成不利于后代 不孕不育啊 流产堕胎啊 尤其是排行老三的男人 更容易遇到这类的事情 银杀呢是是非自杀 虽然忘人叮 但是多风流 并且和声道医生传出风流运势来 财运呢就不稳定 奔波辛苦 凶杀呢就是男女比较淫荡 家风就特别不好 而且呢因此招来灾祸 甲杀是官贵自杀 大力长子 出官贵 忘文昌 容易有全国性的名气 婚姻财运各个方面都还行 凶杀呢就容易车祸伤灾 尤其是伤长子 并且呢容易有这个官妃 官宋 发小人 卯三杀是长子呢还行 有点的文昌 有一定的贵人缘 但是成就一般 财运一般 家里面呢要不然容易遭盗贼 要不然呢自己人出盗贼 发家呢就多靠不良手段而得了 尤其是不利于这个女性 容易二婚啊之类的 凶杀呢就容易车祸凶屎 尤其是长子 肝病特别多 严重的是肝癌 以三杀是出这个记忆之人 辛苦之人 财富还行 尤其对这个长子比较有利吧 可是呢有智商 也就是说 你发财好的时候容易有肝病 胃病 如果凶杀呢就是伤母亲 长息 容易有肝带类的疾病 陈三杀容易出盗贼 尤其是这个黑老大 肥手 但是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啊 普通人呢就容易伤灾手术多 辛苦漂泊 后代坎坷 凶杀呢就是有凶死之灾 尤其在外出远行的时候要注意车祸 逊三杀是出这个文昌 但是多伴随着口舌官非 你靠名气发财 但是呢财运不稳定 暴起暴落 凶杀就容易出大骗子 砸骗犯之类的 并且因此容易有牢狱之灾 而且要防止车祸火灾之类的 四三杀是文昌杀 出文贵 发宗旨以及长女 财运横通非常好 也容易出有名气的生道或者是医生 有宗教信仰的人 家庭和美都非常好 凶杀就是乳腺癌啊 肝脏恶极啊 非常不好 尤其不利于长女 并且呢女性婚姻不太好 风流运势比较多 顶三杀是文昌之杀 出记忆类人才 尤其是棒子有排行老二的人 在艺术圈上呢容易全国出名 财运呢也不错 凶杀就是心脑血管不太好咯 肠胃不太好 财运贫贫 辛苦劳累 五三杀是桃花杀 通流运势比较多 容易因此惹上口舌观飞 甚至是牢狱之宅 有一定的才华 尤其是女性 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奔波 财运不济 感情不太好 凶杀呢就是干脆出这个流氓盗贼 遭到或者是上吊自杀呀 精神类的问题 丁三杀是文昌杀 他呢是出这个仁义气节之人 文化名人 记忆名人 财运对各个方面都非常好 也出名医 尤其是男老二或者是这个女老三 特别好 凶杀呢就是常年有疾病 慢性病 尤其呢要防止先天性疾病 如果是枪杀这些的 那么后代就有这个车祸 或者是死于枪伤 卫山杀呢是容易出盗贼 或者容易遭盗贼 发这个偏本制裁 女人呢是掌权 长寿 克男人 凶杀呢就是观众 狗舌 癌症 卫山杀是妄女性的 尤其当了母亲这个人啊 特别好 运气啊各个方面都非常不错 残怨也好 生的女儿呢是俊秀能干的 以文昌记忆 凶杀呢就要防止胃癌 车祸 盗贼 生三杀是伤小女儿 尤其是外出远行 更容易受伤 而且容易遭盗 虽然女儿漂亮机灵 但是容易有绯闻 凶杀呢是伤后代 容易有残疾啊 癌症啊这些的 并且是家族性的病史 利女克男 庚山杀是行克长子 容易有观众 财运不济 利于女性掌权发家 如果是男的 他发达以后就容易出伤斋 如果杀行凶的情况下呢 家里面容易出车祸 残疾 黑老大 但是出了黑老大以后呢 容易有横死之灾 有三杀是行克长男 利女性 尤其是有利于这个 少女快和老三的女孩 出这个技艺类的人才 研艺类的人才 并且因为这些呢 旺财 财运不错 凶杀呢是容易车祸 呼吸系统疾病 财运暴陋 外出远行容易有伤斋 犯小人 遭盗贼 被胁迫之类的 新三杀呢 是属肺劳肺病 肝病 精神类疾病 神经衰弱 呼吸系统疾病 包括我们现在常见的 这个鼻炎这些的 有些有心脏病这些的 不利于女孩 尤其行克于长男 如果凶杀 那么就容易这个 刀枪死亡之事 手术车祸之灾 须杀杀呢 是防止回路之灾 也就是说防火灾 男的呢 容易有风流运势 婚姻不太好 女的还行 财运势也还可以 但是容易靠骗来得到 或者干脆就是除乌婆 凶杀呢 是伤老父亲 母亲容易有病 婚姻不好容易二婚 严重的话 就容易有这个 牢狱之灾 上吊凶死之事 尤其是不利于这个老男啊 前三杀呢 是文桑杀 文武皆旺 贵人旺 尤其是对于老父亲 特别好 健康长寿 残韵也非常好 但是脾气不好 因此而受骗 口舌多 凶杀就是老父亲疾病 心脑血管这一块要注意 很难过66岁 亥杀杀是贵人杀 但是你有贵人 容易除恶霸诈骗犯 不太容易犯事 所以说能风光很久 但是杀行凶的情况下 要不然容易牢狱观灾 要不然恶疾车祸之类的 而且呢 家里面 都是武汉神婆 干偏门的 如果有名气 也是因为这些方面出名 比如说一个例子呢 是店铺 它是乙山 在友方呢 有小数 旅游类的一个杂货经营吧 效益一般 我看完以后也没啥改的 因为它是旅游区那种的 你也没法改 我一看乙山吧 它是利于这个友的 我就让老板把员工给换了 招了一个20岁的小丫头 找了一个他们亲戚家的小孩 结果呢 这个换了人以后 来经营这个店铺 生意就好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 陈山序项的情况 那么人山杀 它是发五贵的 尤其利于男女排行老二的人 凡是有这个贵人帮 财运不错 家庭和美 尤其干这个 五职公检法 禁忌类体育之类的 更容易出成就 如果杀心凶 那么就是出二婚之人 人丁不忘 不孕不育 如果是有冲煞 那么就容易有子宫肌瘤啊 甚至膀胱癌啊 泌尿系统方面的癌症之类的 紫山杀呢 也是贵人杀 是忘人丁的 身体比较好 发财升官机会比较多 尤其是利于 盘好老二的男人 做公务员 发展特别好 如果杀心凶呢 就是泌尿系统疾病 肾脏系统疾病 还有白血病 骨病之类的 宫颈癌之类的 容易不孕不育 伤小口 那么鬼山杀呢 是文昌之杀 毕文昌 出记忆类的人才 因此而发家 财运不错 尤其是女老二更好 女人当家 夫妻呢 比较和美 但如果是凶杀呢 就容易伤小口 不利人丁了 杨维早歇 妇科疾病都有 出风流运势 家风不正 后代呢 容易坎坷奔波 不聚财 丑三杀 他是出这个盗贼匪首 当地的一霸 官非多 容易伤人 不伤别人就伤自己 家里面人呢 性格匠 凶狠 斗勇 容易手脚上出伤灾 或者是有残疾 如果凶杀呢 就容易有这个官室啊 官送啊 伤人丁 庚三杀呢 是忘人丁 但是人多成就一般 后代都是这个 辛苦奔波劳累的 财运不太计 并且呢 容易黑老大呀 传销类的人 诈骗分子 他们干这个事 可以发一段时间的财 如果杀献比较好 能够控制自己欲望 还可以全身而退 但是杀献凶的情况下呢 就容易有车祸呀 凶死的事情 堕胎绝后 出乌汉神婆 银三杀呢 是文昌杀忘人丁 后代呢 是聪明健康听话 而且通过个人的勤奋学习 能有好的成就 文武双贵 并且呢 在宗教方面呀 中医方面呀 更容易出人才 如果杀献凶 伤灾手术 如果外出远行 容易出车祸 要注意口舌呀 官非呀 甲三杀呢 是出风流子人 不聚财 也有一定的名气和能力 但是呢 才来才去 全部都风流花了 容易这个四处漂泊 尤其是行客长男 不太好 有肝胆类的疾病 家风不行 凶杀呢 就是商长男 为老不尊 出傻子 出痴呆儿 容易婚姻不顺 二婚啊 三婚啊 甚至四五婚 卯三杀呢 是这个财运之杀 旺财 出富贵 尤其是田园 林业 贸易经商 并且呢 尤其是男人 快好老大老二的 财富特别大 而且呢 容易娶妄夫的媳妇 儿孙呢 也有这个文昌运 文武皆贵 特别好 但是杀行如果凶 就容易有车祸 凶事 癌症的事情 尤其不利于男人 和老二老大 然后乙三杀呢 是有一定的财运 但是不利于人丁 容易伤小口 尤其不利于长子 凶杀呢 是不利于女人 尤其当了母亲的女人 要防止打劫呀 干脑疾病呀 防止盗贼 陈三杀是文昌杀 利于出际类的人才 有才华 并且因此呢 旺财 发家 尤其利于长女 而且家里面 也容易娶到优秀的 旺家的媳妇 凶杀呢 就是乳腺疾病啊 甲状腺疾病啊 淋巴系统疾病 特别多 风流运势多 逊三杀呢 是旺仁昌 初文贵 容易出全国有名气的文化人 长男长女都有力 而且容易娶到有名气 有能力的 优秀的媳妇 家庭和美 旺财 后代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初文贵 五贵 并且杀情好 而且是连环杀的情况下 代代都是初文贵 如果是凶杀呢 那么女性癌症啊 或者手术 二婚啊 不孕不育啊 这些不好的事情就出来了 四杀杀是容易出这个 生道巫婆 其实这个生道巫婆 还有现象 就是容易出这个 做这方面 或者学习这方面的人 或者特别信这方面的人 这也是一样的 平常跟大家聊天 神神叨叨的 容易这个 财运不济 辛苦奔波 尤其不利于男性 然后女人还比较好 家里面掌权 长寿 杀心胸呢 就容易二婚 交继花 心脏病之类的 丙三杀呢 他是出宗教信仰者 也出骗子 能说会道 口舌官非多 容易有精神类疾病 或者是有歇师离底的 这个症状 不利于男性 尤其不利于男老二 但是对于这个 女老二比较好 容易有文贵财运好 如果杀心胸 出大片犯 先天性疾病 容易出天天 说鬼怪附体的 这一类的精神病 五三杀呢 是贵人杀 凡事有贵人相助 尤其利于男性 更旺女性 有文昌 出有才华的女性 文武呢 都是可以的 财运也非常好 家庭和美 但是杀心胸呢 是视力不太好 心脑血管要注意 丁三杀是这个 女孩身体座 既定有才华 但是聪明归聪明 可是懒 因为懒 造成各个方面 都一般了就 桃花源比较多 容易出风流绯闻 出这个恋爱脑 凶杀就是二婚 漂泊 出残疾 严重就是癌症 魏三杀呢 也是文昌杀 是旺财运旺人丁的 出记忆的人才 家庭和美 非常好 差的地方 就是容易家里面 脾气暴 出性格降的人 凶杀要防火灾 尤其是女性 肠胃不太好 要防疾病 昆三杀是伤妻房 也不于男老二 当了母亲的人 虽然持家能干 有能力 但是容易有伤灾 压力大委屈多 凶杀是出恶疾 精神疾病 出巫婆 深三杀是女儿 特别漂亮 有残疑 如果同时得到 银杀相对应 那么就是文武方权 名传全国 残韵不错 世界非常好 凶杀呢 是伤后代 不利人丁 有癌症之类的恶疾 容易遭盗啊 车祸啊 手术之类的 庚三杀它这个白虎杀 利五直 如果是杀心秀美 那么师团一己 是没问题的 公检法这一块 干得也非常不错 尤其是利于女老三 然后男老二 男老大也还行 家里面呢 是残韵不错 凶杀就不太好了 出这个狠人 因此长者祸端 伤少女长子 风流二婚呀 之类的 而且子孙不孝 女儿多容易外出 有三杀呢 是出这个懒汉懒人 子孙漂泊 也是风流家庭 摊花练酒之类的 残韵不好 婚姻不好 并且仍有暗急 如果家里面女儿 媳妇性格彪悍 属于汉妇 反而家庭是可以忘彩的 如果杀行凶 家里面容易出残疾人 哑巴 甚至是笼子 门风不好 如果杀行再凶一点的话 小女儿容易上吊 新山沙也是个文昌沙 他是出文贵的 都是少年成名的 而且残韵也非常好 安康长寿 女人有残疑 凶杀就容易二婚 堕胎小惨 口碑差一些 乳腺癌 这会儿要注意 灰系统疾病 续三杀呢 是文昌沙 忘男人 尤其是盘和老二的男人 立于五子五贵 建功立业 男人比较霸气 有斐性 女人也霸气长寿 凶杀呢 就是出黑老大 要我杨威的人 远行容易入闭之灾 同时呢 客妻 前三杀呢 他是贵人杀 在当地啊 有名望 有事也容易出黑老大 立男人伤女人 凶杀呢 就是残疾啊 伤老妇啊 如果是同时 见水的情况下 容易巴灰 恭喜共处一床 或者是好嫩配 也就是说 男人跟媳妇之间 年龄差 可能在16岁以上 骇杀还是文昌沙 尤其是当了这个 父亲的男人和长男啊 非常好 但是略伤长女和长媳 身体容易不好啊 有筋骨肋的疾病 家里面呢 出记忆的人才 出名医 财运还是不错的 如果是女人之家 那么这个女人越霸气 身体越好 越长寿 凶杀呢 是容易出残疾伤灾 甚至绝户 最后呢 寡妇当家 一个例子说 这是一个宅子 住宅 陈山 一进大门 陈魏 供了一个佛 到他这个事业上都不错 祖上呢 是富贵人家 财运呢 也非常好 家里面女孩呢 也非常有成就 但是性格呢 很霸道 女孩呢 是容易有这个痛经 和这个乳腺淋巴方面的疾病了 反馈呢 都对 这节课 我们讲了 以以山和陈山的情况下 二十四山杀法的吉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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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